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下架串流平台网飞一部纪录片 也就是讲述一马公司弊案的逃亡者 对此发明回应 经过咨询部门法律顾问 总检察署 以及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之后 各造一致认为 有关纪录片在去年10月对外播放时不存在任何问题 更重要的是 通讯部以法庭裁决为依规 与此同时 特赦局预料本月底开会 外界都在关注那集的特赦申请有没有结果 法米简短回应说 今天的内阁会议没有讨论到特赦仪式 同时提醒各界现确认消息来源的真假 另一方面 如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将在下个星期三 也就是1月31号 选事出任第17任国家元首 法米证实当天不会列为特价 内阁也没有讨论到这件事 法米证实当天不会列为特赦仪式 法米证实当天不会列为特赦仪式 法米艺飞荣料